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拭目以待 好 这个徐胜九三漂亮 这个大军在此 是吧 让你跳钟 好 我们就开始风骚了完了 摆一叱叱挂上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我们火攻的目标选择谁 选择的是自己 是吧 我们对自己造成一点伤害 然后我们这个七弦还有一个效果 是可以让伤害来源回血的 你看我们掉了血 然后又让自己回血 是吧 然后我们回血了之后 又发了七弦 让这个孙上香留失一点体力 是吧 给他一个装备 好 九九孙上香点之后 还给我们补两张牌 然后我们在回血之后 我们可以弃制自己的一张装备 弃制了白银狮子 弃白银狮子再又回一滴血 是吧 这次回血再七弦 让孙上香再留失一点体力 给他一个牌 大家看着 这幸亏孙上香 他没觉醒了 这要觉醒了的话 可麻烦了 是吧 好 我们两个火攻继续玩 继续火攻自己 咱火攻自己是不掉血的 是吧 但这次被抵挡了 我们火攻自己虽然掉血 但是我们让三个来源回一滴血 是吧 等于就是我们不掉血 但是要弃一张装备牌 但是我们正好又有一个白银狮子 所以我们弃白银狮子 但是又回血 是吧 等于我们是火攻自己 得到两次回血机会 让孙上香连续流失 两次体力 是吧 好 孙上香这一下子 一个杀死了没 看样子死掉了 是吧 其实如果他是无孙上香的话 我们这样玩是非常危险的 他的消机是正好克制我们清闲 但好在他是一个 还没有觉醒的属孙上香 所以问题不大了 好 文聘是反贼 已经干掉了孙上香 好 孙子班 这个杀屌爆了 这个杀屌爆了 跳了一个忠诚 这个沉沙沙传说的翻来覆去 这拼命的拿牌 文聘正好估计 那个伞也被拿了 是吧 这是非常的悲剧 那这个马超是忠诚的 不一定 马超应该是反贼 曹昭应该是忠诚 是这么个看法 是吧 好 马超前军突击 他选择了突击忠诚 是吧 这十张超 虽然你选了是来克制主攻的 但是这忠诚都是梅女小脆皮 是吧 我们当时在徐胜反贼的带领下 直接把目标转向了 孙上香 先把他搞死再说 后面看样子是要先搞死孙鲁班了 这个文聘已经神仙难救了 文聘神仙难救 这一个九杀要三个逃 那是绝对是救不回来了 是吧 这一个忠诚倒下一个反贼也倒下 还有一个反贼 马超也只有一选了 史昭超主攻就是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好 史昭超选择朱雀与善 保持自己的长度 轻锋剑切掉了 曹昭决斗之下 这一下绝对不是跳反是吧 跳中 史昭超插了一下 又扒了一大堆牌 这收了一大堆好东西 是吧 好 这时候徐胜签了我们的简一把 要干样子是要干美女 要不要干果然 是要干美女 大军再次 蹦的一下子 算是顺努班 快完蛋了 好 那我们有没有火攻 没有 这个过客太小 把这个美女扒光了 直接扒光了 可惜咱没东没货 是吧 这扒光了只能过过眼影 好 马超也是一样的 哎 不过马超有存货 是吧 虽然没摸牌 那依然可以突击 对着美女来一次 全军突击 哎呀 曹昭超 曹昭这个啊 这是 这这这不是神曹昭 那这是曹昭本体 是吧 这个外界启发下去 这个把剑马超搞死了 是吧 但我们也对他留下了点体力 并且摸了个火攻啊 这个比较爽啊 好 徐胜再次一杀 把松露班能搞死吗 曹昭 神曹昭在犹豫啊 还是救了松露班 那好 咱们有桃子是吧 一个吃一个桃子 清闲搞主攻一下 然后又火攻自己 是吧 然后又 这个回忆体力 清闲 再去掉一个梅花的这个 这个人王盾又摸一张牌 正好摸到一个诸葛连鲁 好 你杀我们 你杀我们 你有桃子没 你没桃子 你杀我们 你不是找死吗 直接一个清闲 把他搞死 神曹昭直接被我们搞到了 医血贝勒 你看我们当时多神奇 这七个梅花 正好就摸一张 这个勒布施鼠 然后这是神魔 好 这个过温猜桥 这个杀 来养精绪区瑞 看看曹昭有没有桃 曹昭没桃 曹昭就被我们搞死了 大部分他的体力 都是被我们这个清闲给刘思 养大王的 原来最后被徐胜捕捞刀 是吧 MVP我们没拉到 但我们这把这个激康玩的是相当帅 这个我以前都没想到的 这个主角 这个叫做 这个奔明白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机舱的 这一高端用法 就是火攻自己 火攻自己 然后让伤害来源 那就是他自己 回复一点体力 弃一张装备牌 是吧 这样在回复体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让你的敌人 留失一点体力 得一个装备 是吧 同时自己弃的装备牌 如果是梅花的话 你还可以摸张牌 如果是白色的话 你又可以回一点体力 又可以让敌人 这个这个掉血 是吧 这个磁上操 反正就是被我们叉叉叉 磁上操 磁上香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 孙鲁班 都是被我们清闲而死 听着我们的奇音 就去见了 就去见了 这个这个 或者上帝 或者见了马克思 是吧 好 这个感谢 这个奔明摆的投稿 好 看第二把是个内奸 这个还是那位奔明摆的 是吧 比较 他的这个录像 新将比较多 这个联用两个 看这位主持角是谁 这不是主持角 主攻是谁 雾突骨 是吧 这个石榴血 大肥胖 巨胖 主攻 是吧 这是传统中的 OBIS 好 我们选择了老王中 作为内奸 是吧 我们本身没选什么新将 但主攻 这个雾突骨 主攻 对内奸来说 是个考验吗 其实不是什么考验 是吧 他迟早会 受一点火焰伤害的 他一旦受了火焰伤害 咱内奸 就不是考虑单挑的问题了 是怎么样保他不死的问题了 是吧 好 二位挑了一个反 这个三号位 看了一个吴室友 这个阎脉虎很爽 然后这个顺手欠阳 应该是反贼 送了主攻 送了一下阎脉虎 给了主攻 一下 这个关一平反贼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我们已经选了内奸了 是吧 关一平十有八九 就是反贼了 是吧 就是在让主攻 承受火焰伤害的 好 那这个吴国泰是一个忠臣 撒了这个吴县 以下 这两个姓吴的 但一个是蜀国 一个是吴国 是吧 毕竟虽然同姓 都为旅人 但却为不同的势力 效力 好 这左辞来了 这盲区关一平 十有八九 是个钟 是吧 叮了一下子 一个冰凉春断 那这样的话 钟就已经跳光了 反贼就应该出来了 是吧 好 这个冰凉春断 是阻止不了关一平的 关一平的一个喷着 滋漏的鲜血 一个烈火蓝锦 英雄胆 烧死你这个盆甲兵 是吧 好 咱赶紧把关一平给搞死 否则他每轮 给主攻一个 也一个蓝 主攻 这不是别说 十六里血了 二十六里血 那也是扛不住 他这个流失 是吧 好 咱们先把关一平搞死 又来了 诸葛连鲁 开始要扫射了吗 绝对没有扫射 咱们续了一下帽 续了一下帽 看看后面的情节 如何发展 好 陆神这个火杀 是很难命中的 这个火杀被 野蛮虎躺了一个枪 是吧 好 这个决斗 决斗了一下 佐治 这个勒不熟 无限格机来了 又是给了野蛮虎一下 野蛮虎摆明是没有 没有散的 是吧 然后这个凉血 这么多牌被热 气了一堆逃 说明手上就应该全是逃 好 这无限又看来 无数神友 野蛮虎又跟着爽了 一把 对吧 哎呀 这个火杀 主攻又要一个燃伤 是吧 这是两个 两个人燃伤了 美猴流失两点体力 那真是死的飞快 真是死的飞快 是吧 希望 这个祖宗方们 尤其是忠诚们赶紧给点力 把反贼干掉 是吧 没有你看这个忠诚不给力 他们自己把桃子吃光了 这反贼的话还没有干掉 是吧 那我们很驼疼 这个很郁闷 摆步穿扬 只能先干死野蛮虎再说 那干死野蛮虎也得干死佐词 但是忠诚一个不死 这么打下去还得了 趁着主攻雪弱 赶紧AOE全面伤害 阎白虎刚才手上是 至少是两个桃 是吧 现在都耗出来了 在这个决斗 看第三次的应该没桃子了 是吧 死了之后 再开始干佐词 这之后来了九杀 赶紧把佐词给干了 是吧 再不 我们选择干这个无限 两个无限 先把无限给干掉 不干佐词吗 那两个忠都是满血呀 我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是吧 是一个五谷风登 视手千阳 看样子是要顺佐词了 是吧 总来了 总两个总三个总 无限的一个补一 还好没有补一成功 是吧 你看这手上还是有一个无限可击的 没有被无限 没有给被窝泰给补一道 是吧 这两个姓吴的都说错了 好 我们这个王中暴力型内奸 就有暴力型内奸的好处 你看这控场 是吧 这人头被我们杀的刷刷的 直接刷成了这个样子 好 这个现在已经不能脱了 是吧 这乌兔骨 美惠和流失两点血 已经只有六血了 已经只有六血了 得赶紧干掉终神 还要再干掉这一个反贼 是吧 这是这个我们的任务 是相当的检距啊 好 这个陆逊抓了一个 抓了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祖格连鲁在手上 是吧 可能想找机会联营 找机会联营 好了 我们先给了这个乌国泰一下 没有这个红杀 没有办法 好 这个这个乌兔骨倒是一个杀 好 他干掉陆逊 不要紧 是吧 那我们实际上 现在反贼倒了问题不大 咱们只要干掉乌国泰就可以了 只要乌国泰死了 祖格他会自己给燃死 是吧 他会自己通过这个燃烧而死 是吧 好 我们刚才一个总把乌国泰搞死了 咱就直接赢了 这两个桃子一吃 是吧 你祖格打我 你只要这回合干不死我们 你必然 这直接就流失两点体力阿王 是吧 这一局咱们内奸还是赢的 非常的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祖格 看的是16吏血 但是因为中了两个燃伤 那是死的飞快 但好在我们选了一个 超级暴力型的内奸 然后在赶在祖格被火烧死之前 咱们突突突突突突突死了 一堆反和和和一个两个忠 是吧 忠于 跟跟躺进了单挑 当然不是躺 公余争取进了单挑 进了单挑 咱就躺赢了 两个燃伤的这个武还还玩个屁 自己把自己给烧死了 好 再次感谢奔明摆的精彩投稿 好 第三局我们来看一个忠诚 这祖格看看是不是又是非主流 哎呀这简直非主流不能再非了 来了个成婚主 成婚主你可是忧着点 你不要一上来就裸奔了 这忠诚再强大也救不了你 好我们看看成婚 一上来四个急奢 是吧 先顺了一下 二号位挂了个冠师服 加一把 然后给了我们一下 悲剧还好有个桃子 好 急奢摸了一下 弃了一个废牌 这样的话这个主攻玩的还是比较合理的 咱们看看 再说 好 孙上香跳了一个反贼是吧 好 孙上香既然跳了一个反贼了 我们为什么要反无线 因为我们待会要吃桃子的 是吧 指着孙上香帮忙的 好 我们看看这个反无线 看看能不能骗到孙上香的信任 这个优酷电视台 YouTube电视台 哎呀 来了 这一辆两个牌不过来了 是吧 还有这个B站电视台 欢迎大家收看 破破为货为人带来的三个杀 奥斯卡 你刚给了我的 给了我们牌 回首就对你一个九杀 传说中的复兴汉 那就是这么玩的 好 在拆完了之后 再来一个杀 叮的一下 哎 死了没 刚才把他九给弄掉了 哎呦 那还有一个伞 那不要紧 我们通过调戏 调戏你 来了一个蓝盟动心 那还是要要你的小面 当当这个蓝盟动心下去 哎 这跟主攻无蟹了 我们可能觉得场上是没有这个无蟹毒条的 是吧 如果那个有无蟹毒条 你千万不要随便给主攻无蟹 是吧 但是有人会无蟹这个数量香的 好 居兽跳了一个凡 这个张之华弃了红杀 不代表他是中 是吧 因为他杀我们 我们是要摸牌的 好 这个太子时拼的是居兽 应该是忠诚 好 居兽这一个铁左连环 这个杀 好 看看这个贾许的玩杀 看是不是要对着主攻去的 选择搞下面的这个诸葛丹 然后一个九杀 这属于七打八 这个他跟诸葛丹的身份是不确定的 何况张之华的身份 也是不太确定的 好 这个成峰来了 再见新店 给了这个树上枪 一下这会该死了 让主攻收了里头 然后这个诸葛丹 跟着掌了一下体力 这主攻给了诸葛丹一下 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好 我们换上这个方天化级 哎呀 这这这这这这哪可以三杀呀 这一拆 这一顶之八卦 这一乐 让你一个三杀 是吧 咱们咋就认定诸葛丹了 我们可能认为张之华对我们弃红杀 是一个跳钟的行为 我们看看是不是 是吧 好 张之华也跟着火攻 诸葛丹 说明他真是钟 他如果是钟 那贾许跟诸葛丹 为什么要弃喇嘛 也是搞不搞不懂 是吧 好 张之华说贾许为什么跳的是钟 反正是总是不太明白 好 那个太子来找我们拼 你看太子是反啊 这里是太子潜伏了一下 他刚才拼狙兽 并不是要消耗狙兽的牌 是想让狙兽给他一个小点 让他来双杀 是吧 狙兽没有理解的这个意思 没有理解这个意思 好 太子是反的话 这个贾许 诸葛丹 张之华 到底是什么身份 亮出来 是吧 但是诸葛丹已经不可能亮出来了 咱们就姑且认为他是反吧 或者是内奸的可能性也很大的 是吧 我们看主攻如果还要搞诸葛丹呢 咱就跟着搞 忙就忙了 好 主攻这次没有随便急射了 他只有三次能急射的机会了 好 我们的来了 一个决斗 一个五红灯 先开一个五红灯 先拿个桃子再说 咱血线不够了 然后又无限了一下太子词 不能让他拿牌 然后是要搞太子词的节奏 没有 还是选定先搞诸葛丹 然后再把闪电给拆了 毕竟太吓人了 好 张之华来了 这个兵章春段 终于跳了一个忠诚 是吧 然后弃了牌过 另外一个忠诚不是诸葛丹 那就是贾许了 或者是内奸 是吧 我们很遗憾 如果是诸葛丹的话 只能算我们自己倒霉 自己倒霉 打错了 要怎么办 只能认了 好 贾许的伞比较多 独兽这个诸葛连弩没有还嗨起来 哎呦 这伞可真多 好 外星七八 诸葛丹要死了 独兽很happy的想收三次牌 还真的是反 我们没有搞错 是吧 好 那诸葛丹死了的话 贾许故意也要死了 独兽这样来了 这一个铁索连环 我那个去 他不会有火杀吗 这果格猜巧 有没有 有雷杀 有桃子吗 有桃子吗 没有桃子 咱直接死了 我那个去 没有是蔡子死了 主攻就有个桃子 救了我们一下子 好 这个独兽来了 这一个火杀 春哥可是没有那么容易死的 独兽终于开始打 假许不是忠就是累了 反正已经倒光了 只剩独兽一个了 他想踩着队友来灭我们 结果没有成功 咱组中类三个都是医血 哎呀 假许这个壮虎开的 这个内奸 直接把自己完杀了 哎呀 我们还没死 主攻还有一个桃 那我们掐了一下子 摸了三张牌 是吧 好 张神华倒下了 那独兽 那个独兽 看他能不能搞主攻 如果独兽离线了 我来个去 这样子危险了 这样子危险了 蓝曼独兴 好 蓝曼独兴打中了 那就好办了 当然不这样好办了 如果这个叛侯 还是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已经没有苦肉炸降了 所以说 刚才那个红杀 那是没有办法兵中的 还好 运气好 他判了一个这个黑 好 这主攻又离线了 我来个去 赶紧赶紧来 这个火攻一定要兵中 好 我们兵中 再一个红杀 你再不死 我们就肯定没辙了 哎呀 真是不容易啊 这是主攻关键时候离线 好在他离线前 为了我们一个桃子 让我们成功的carry他 带他赢了 好 这把这个成婚组 大家看见没有 没有太多的发挥 他就在第一轮的时候 就这么 相当于制衡了一下 过了一张牌 但是最大的亮点 就在于我们骗这个孙上香 是吧 这个三国杀 大家总喜欢谈论配合 我已经说过 这个军真不是四V四 你配合 能配合是有一个好处 但是在配合 能配合固然是好 但是一定要在配合的时候 要分得清攻和兽 就像这个戒皇盖 跟孙上香的配合 就是戒皇盖是攻 孙上香是兽 这个翻译过来 就是配合是戒皇盖 在占便宜 孙上香只是帮忙 是吧 这种情况下 这种占便宜的武将 是比帮忙型的武将 在军真身份局的发挥 是要更好的 就像我以前说过 多少次 那个邓爱 他很多人很黑他 但他在军真的发挥 绝对是非常好的 因为所有人 基本上所有人 跟邓爱配合 邓爱都是攻 都是邓爱占便宜 是吧 所以只有邓爱骗别人 没有别人骗邓爱 在这里 只有我们盖子骗树上香 树上香骗我们 是没有太大的好处的 好 这个主角ID 叫做纯属搞笑 不错 感谢他的投稿 好 最后一把 看一个二号位的忠诚 原罪位 是吧 主攻选择刘备 那我们选一个不招打的 或者选一个不怕打的是吧 或者选一个 哦 好 我们选择了美女 夏和世 这个是招打还是不怕打的 我觉得应该是不算太怕打的 是吧 主攻把手牌控制到四张 看我们给不给牌 应该有主攻都会这么看一看 那就是不会打我们了 是吧 那我们自然是给牌的 我们是忠诚的 好 顺了 下家 顺上香 就是刘备的老婆呀 这一出嫁过的树上枪 那他说了一下刘备的老婆一张牌 这是这 那我们明显要争宠 是吧 这是这咱们该争宠就争宠 当人不让 好 在网终玩来个去 这个这个壮汉 那个手下留情 好 好在他 哎 他刚才是没有对我们 因为他嗜血 他没 没能对我们强命 但是没有让我们造成两点伤害 好 那我私俗 这又是一个忠诚出来了 这个 冰凉春断 这关一瓶 是主攻贴的 我们关一瓶好像搞了一下 佐石一下 他应该也跳了个中 剩下的都是反了 玩来个去 朝野真惨了 那赶紧给他救他一下 这一下 自受了三点伤害 直接摸三张牌 好 这个主攻 这个佐石有关心 是吧 所以说这个刘备拼他一下 他居然没有关到梅花 这是悲剧 这一个杀 这个 主攻 哦 这看来是老如相 这主攻现在是五上线 五血 只显示四上线 是吧 所以刚才 佐石杀这个刘备一下 并没有写 刘备并没有有什么表示 是吧 他们为什么要火攻关一瓶呢 是不是要让关一瓶发挥跑卧贪秀 好 这个激将啊 咱们肯定帮能出杀啊 这么多杀 再一次激将啊 因为他是可以出两次杀的 他是有冥剑效果的啊 好 那我们有这么多杀了 肯定可以去衡好多张了 那制衡 制衡 制衡可以都没有特别好的东西 是吧 但这个铁手连环不错 那个这个主公搞关一瓶 咱们也搞关一瓶 那谁要你主公带着我们呢 好 你看这树上枪跳了一个反 那果然 那我们一开始的判断是对的 是对的 并没有是 就是有什么情况啊 只不过主公没有看出关一瓶是忠诚 是吧 把关一瓶搞了 不过也好啊 跑摊秀嘛 搞就搞 然后他可以一喷二 是吧 更加的爽啊 他拿了一个借刀杀人 看来对这个古灵刀有想法啊 对古灵刀有想法 好 看看这个树上枪这么多牌 他会怎么搞 看了一个月光宝盒 杀流背一下 没命中啊 不过如此吧 好 我们没有选择给树上枪牌 是吧 接下来我们如果给了树上枪牌 这个到这个黄中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再摸一张啊 但这样的话也属于零收益 是吧 毕竟这个反贼方也摸了牌啊 好 我们搞这个关一瓶的关一瓶 那这个树上枪就帮关一瓶是吧 好 在这个暴局啪的一下子啊 关一瓶反贼忠诚一起暴了 看来是内奸的这种行为 是吧 和黄中把这个王姬捞了回来啊 我们没有选择的把曹瑞给捞回来 悲剧了啊 那关一瓶接着你反正捞吧 咱们来接着来啊 一个啊 这个一个这个这个血迹啊 可惜血迹胡搅之后还是没干死王姬啊 反正方向逃这个真多呀 不过也无所谓啊 都已经缠成这样了啊 我们待会一动反正肯定还会死一个是吧 我们还是会进入这个欢乐三为三啊 只不过曹瑞死的有点惨啊 有点悲剧啊 好 这个主攻只有三血了啊 就被佐持久杀了一下是吧 所以说这个老路向显示不出主攻的 另外最上面的一点啊 这个上线啊 啊 好 咱们这一个九杀 叮冠之福啊 是吧 有伞再也能命中啊 终于这个范围倒下了 可惜咱再没有别的杀玩这个咽语了 是吧 好 苏翔香又七牌啊 我们选择给苏翔香牌吧 不给啊 那这样也好啊 再让黄中如果是三的牌 咱就给黄中牌啊 我们变成四张 关一瓶如果是四张牌的话 咱们就还可以给关一瓶一掌啊 毕竟现在关一瓶是队友 虽然是零收益 但是盟友啊 不是队友是盟友 看这个零收益 只虽然在如果给了他的牌 他发挥到反贼身上 那就不属于零收益 那要是两收益了 是吧 好 这个佐茨要杀刘备 刘备赶紧把血回过来啊 这一个又回来一定血 四血了是吧 这张香倒是摸了不少牌啊 好 咱们无中深游 有有只有两个杀 只有两个杀 你艳雨两次的话 实际上是有风险的啊 好 我们先看一个蓝弩录青啊 好 这时候这个佐茨 手上是一个什么牌 那激将 哎 我们到只有一个杀 那不用想了 这个九杀杀过去 可惜被散了 没办法啊 把短短的武器扔了 留着长的啊 咱们虽然是美女裤装的 也要弄点长度 是吧 好 这个黄中变成四血 那我们估计没法翘时了啊 好 关一瓶来 高斯佐茨驱离收击啊 是先父之灵啊 可惜他补牌效果去掉了 否则可以直接破红尘 是吧 好 这个佐茨 反正啊 这个关一瓶在 这个佐茨肯定是活不 活不了太久的 是吧 这个万箭齐八者 哎 那为什么不不不判八卦 要把手牌弄少一张 那为了 那为了配合刘老板给牌啊 结果刘老板被热了啊 所以咱们属于想多了 是吧 你看这这 那如果这个盼红 刚才还可以瞧时呢 结果没想到他有肉食鼠 是吧 好 这个双枪一个决斗 哎呀 我们没杀啊 这个激将也没有办法啊 好 那杯掉血了 然后这一个杀 有伞 有伞还是可以的 好 我们现在不想那么多了 先瞧时啊 给了一张啊 然后黄中估计是四排的话 哦 黄中变成三排了 百步穿羊漂亮 这黄中替我们压制了一下内奸了 你这是激发内奸的跑贪秀啊 我去 这个内奸又不是好歹 这跑贪秀 你把我们带上干嘛 你打反贼啊 都已经成这样了 这个内奸都都都想着 还要压一下忠诚 是吧 反正都已经这样搞你了啊 这个好 不过啊 不管那么多了 啊 这个祖师又继续的决斗 刘备 我们还是没有杀 哎 但是关于平有杀漂亮啊 这个内奸咱就不多说 啥了啊 这个万箭齐发 我们是不要紧啊 就八国阵 掉血了也有酒和桃 是吧 看树上香送不送人头 他在由于他的纠结 决定把人头给送了 哎 结果黄中觉得不应该送这个人头啊 这双香送你还救个蛋 你这救了的话 那估计人头就是刘备和我们的了 是吧 刘备虽然没有距离 但我们是有 我们是有距离的 是吧 好 主播能取个距离吗 哎 没有 还是先吃了一个桃 然后一个南半路青的漂亮呀 这登的一下双香才死不了 是吧 他左直 要死了 有 结果来了个武器 好 神奇的反护线 还有反护线 我那个去 我算是服了你们了 哎 服了 you 是吧 好 那时候一个九杀 看你还有伞没 还有伞没 有桃子你也挡不住我的九杀 这个终于把双香给带杯了 然后就艳鱼 艳鱼三次 吃一个桃 留一个桃 再给主公补两张牌 留一个九和桃过 好 这个黄中直接悲剧了 咱现在不能随便给黄中排了 是吧 这现在一定要谨慎 谨慎 好 这个左直关心了之后 没关到啥东西 好 刘备 好好的分配牌 是吧 可以补一补 给我们一张 给我们两张也行 虽然给我们一张 我们可以瞧时 给我们两张他能回去 好 咱一个铁手连环 火宫看一看 是个九 是个九 咱这火宫就不要命中了 直接用九杀 叮的一下 然后这个酒吃下去 即使他 那个黄中给了他桃子 他不死了 黄中也可以死 现在黄中没有桃子 这个九杀 就直接把两个反贼 全部带飞了 这边我们的夏侯美女玩 是相当的嗨 这个艳语 乔石配合的还行 只不过有一次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过那也是没办法 毕竟是 这个三分 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剩下九十分都靠脸 是吧 我们刚才显然脸不够 这个想着为主攻分牌 提供方便 结果被佐斯一个乐不思索 给破坏了 好 主下爱丽叫素雅 蛋S 感谢他的投稿 今天的录像部分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砍砍三国 好 今天砍三国要砍谁 就不用多说了 是吧 自然是薛中了 三个新武将蔡庸 砍过了姬康 砍了两期 也该提提薛中了 但是砍薛 具体砍薛中之前 我想顺便砍一砍 焦州的情况 是吧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薛中 他虽然是佩郡 佩郡属于豫州 是吧 他虽然是佩郡人 但是他却是避难焦州的 然后跑到焦州去避难 毕竟当时乱世的时候 有两个地方 是一个避难的人比较多 换句话说 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乱世中的一方净土 是吧 一个是刘表统治下的荆州 还有一个就更远一点 因为刘表的那荆州 还是经常有人来找找麻烦 是吧 更远一点 就是这位 四谢统治下的焦州了 我们的薛中 就在作为一个当地配训的大豪门 他是在乱世的时候 选择了更远的焦州 避难跟着是四谢混 那四谢我已经我不知道砍过没有 应该还没有 所以说这次顺便把焦州的事情砍一砍 后面肯定会具体的介绍 四谢的 他是焦州的草头王 或者叫做土霸王 或者叫做土皇帝 相当有独立性的一个势力 在赤壁之战之后 他选择了臣服孙权 当时是在赤壁之战之后 孙权的势力蓬勃发展 跟刘备又建立了 这个牧林友好关系 把荆州的蓝郡借给刘备 那这样的话 孙权就腾出手来对付焦州了 就派这个布智去评定焦州 当时焦州的势力还比较多 四谢非常识趣的 选择了跟布智合作 向孙权低头 是吧 这样的话 布智就很容易在焦州打开了局面 把不服的那个无惧杀掉了 好 但是布智虽然名义上臣服了孙权 但是他独立性是非常强的 就像那个脏霸一样 名义上是臣服曹操的 但是他在徐州的独立性是非常强的 但是后来曹操的势力越来越大 那脏霸了又只能低下头 取消自己的独立性了 是吧 那个四谢也是一样 他在焦州独立的 这个低头蛇 独立草霸王的时间特别的久 是吧 但随着孙权的流逼程度越来越强 力量越来越大 四谢他一死 他的这个儿子就已经守不住 接了 孙权又派了一个流人叫履带的 把这个四驾的力量彻底的铲除出去了 焦州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归了孙权 然后孙权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称帝了 是吧 当然这是后话 是吧 好 那这个我们今天 我今天想通过介绍这个薛忠为一个窃姬 咱先把这个焦州的这个前世今生给大家过一遍 是吧 大家聊着 解一下 我说过梁州 跟那个该说一下焦州了 这里是焦州的地图 这是三国时候的焦州的地图 焦州 大家很容易想到那就是越南 的确越南是属于焦州的 越南就是这一块狭长的地带 是吧 这个日南郡 九真郡 这个焦子郡 这一块都属于现在的越南的地盘 但焦州远不止越南 大家看这个地图 广东广西 也是属于焦州的地方 甚至这个海南岛 当时叫朱亚 朱亚州 这里写着朱亚州 朱亚郡在这 那是在孙权的时候 朱亚郡在这 最早在西汉的时候 汉武帝当时 平定焦州 南越国的时候 这个朱亚郡 海南岛 是在海南岛上的 那也属于焦州的 只不过后来 这实在是太远了 孤悬的海外 是吧 在汉宣帝的时候 这边的人的土著 要闹独立 汉宣帝派出平定 有平定搞不定 是吧 所以最后折腾了半天 花了他很多钱 效果又不佳 所以汉宣帝 就在文官们的劝诅下 把这个海南岛给放弃了 这实在是统治不了 所以海南岛 现在在孙权 这个三国的地图上面 是不属于焦州的 朱亚郡也是变到 上面去了 是吧 朱亚郡就跑到这里来了 好 这块焦州的地图 当时是实际上 这是在西汉的时候 叫做南越国 南边的越国 知道春秋战国的时候 最后的一个霸主 越王勾建 他统治的越国 远不止焦州这块地方 还有一个敏越 敏越国就是福建 大家知道福建有个简称就像敏 是吧 敏越 福建那里还有一个敏越国 那是南越国 敏越国 当时都没有臣服汉朝 在刘邦开国的时候 有一个叫赵陀的人 他自己割据了焦州 他就向西汉表示臣服 我是跟着西汉混 那就像嗜谢对孙权表示臣服一样 虽然明上是臣服了 但他就是焦州 当时的国王 是吧 大家是叫他南越王 甚至他还称帝了啊 是南越的第一任皇帝赵陀 也叫魏陀啊 所以说当时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在到了西汉汉武帝的时候啊 这个汉武帝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大家知道汉武帝当时汉朝的国力很发达 汉武帝也很有钱 很很想打啊 肯定要打到周周围的这些小国臣服啊 跟匈奴是打了那个那么狠 对于南越国那肯定是也不客气的 好 汉武帝是决定要灭这个南越国 当时南越国里面啊 这个赵佛已经死了啊 南越王是有一个相当于是辅政大臣啊 一个叫吕家的一个人 他坚决的支持当时南越的政权跟汉武帝打对台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坚决不接受西汉王朝的统治 拉着汉武帝一看拉还客气 咱们不废话那就是干 干了干了三下午出来的这个这个吕家就被干死了啊 这个南越王朝也就变成了啊 这个西汉的领土是吧 然后专门设置了一个交州啊 同时这个敏越没多久也被汉武帝给干死了 是吧 汉武帝这个这个扩张是非常猛的啊 但是干死了之后很有意思的事啊 那个吕家那肯定在中国的那个史书上 吕家肯定就不是个好东西 那就是个传说中的战犯呢 那现在话说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是吧 这个这个咱大汉那想想把这个这个文明的光芒照耀在焦头上 你他妈为啥要带兵反抗啊 什么不知好歹啊 是吧 但是在越南的历史上 那吕家是民族英雄啊 所以越南人是把你吕家当作是反抗这个汉朝的这个侵略的一个民族英雄来来记载的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是吧 而这个无独有偶啊 就是刚才说的是西汉的时候 东汉开国的时候啊 这又有两个人啊 是代表越南反抗和东汉的统治 当时刘秀是这个东汉的第一任皇帝 这个叫郑两个姓郑啊 那个就是郑伐的那个郑啊 两个姓郑的一个女子 女人啊 两个女子带领了这个反抗啊 这个东汉的统治 那东汉的这不用说了派出福波将军马园啊 马园大家应该也听说过 是吧 那可是我们这个传说中这个马腾马超的这个祖先就是福波将军马园 是吧 我们这个刘秀派出福波将军马园来对付这个珍氏姐妹的反抗啊 那马园也肯定不客气啊 三下五除二 不是那个不是什么就是干啊 就是干 是吧 你交之后要反抗我们汉的大汉 那大汉肯定是教你做人了 那三下五除二的又把这个珍氏姐妹的反抗给平定了 两个珍氏姐妹也被马园给杀死了 是吧 然后交州又被平定了 在后汉书的记载 马园平定了这次叛乱之后 那是很爱戴交州的这些老百姓们 是吧 那绝对是把大汉文明之光照耀在交州的大地呀 照耀在越南的大地呀 但是同样的啊 在越南的记载里面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那珍氏姐妹那又是民族英雄啊 又是反抗这个这个汉朝暴政的民族英雄 那是因为汉朝的交州官员 那什么就不是好东西 是吧 一天大晚的就欺压当地老百姓 就不把我们当人看 所以珍氏姐妹一蓝的举起大旗 反抗暴政啊 结果又被邪恶的马园给干掉了 那什么马园在这里爱戴百姓 那肯定就是从此越南的老百姓 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 是吧 大家知道这越南的首都是河内啊 这河内是建了那个珍氏姐妹的祭典堂的 把这两位又当民族英雄供奉 是吧 当年我们1964年左右是跟这个我们跟越南啊 做作为慕邻友好 这个跟那个我们的友邦交往的时候 周总理在这个访问越南啊 这个河内的时候 还为这个珍氏姐妹献了花圈啊 这就好像这个日本的首相访问我国 那个对这个抗日英雄 那个纪念碑献花圈的一样的 一样的玩法是吧 这反正是比较搞笑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事情 在不同的视角的记录 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在汉朝的记载下 珍氏姐妹是反面人物啊 焦州是人民在大汉的统治下 好好的非要来造反啊 结果引得这个这个血流成河 是吧 那在越南的记载呢 就是民族英雄 反抗暴政 好 那今天先考上这 我们下周接着看 了解 好了 谢谢观看